是什么近路啊 没有比这个更近的路 没有比这个更快速的路 夏连功给我们实现的 黄念老为我们实现的 这两个人 通宗通教 邪秘渊柔 到最后一招呢 都是念佛求生进度 天台的智者大师 法华中的祖师 最后往生 他是念佛往生 他没有修直观 元朝的中风禅死 三世信念法寺是他变的 变得好啊 他最后是念佛往生的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这些祖师大德 为我们做出实现 给我们指出一条 成佛之道啊 所以念佛 成为妙心 师存在大吉经里面 明白地告诉我们 明白地告诉我们 成年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无上生妙禅啊 所以事实是众生众望 妙中之妙 尽众之尽 一修其他的法门 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 为什么呢 他要断烦恼 才能向上提升 烦恼断不了 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唯独尽宗这些门 他主张的是代业往生 也就是烦恼不断没关系 带到极乐世界再断 这一生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只有三个条件 真心 真想去 真念佛就行了 你看这么简单 本经 第24 25真念品 专门是讲往生的方法 前一品 着重在往生的品味 这一品 着重在方法 与真音中 发行念佛 是为首要 最重要的一桩大死 这一段经文 总共 说了六章四章 第一个 受持本经 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 以什么方法 就是以这步 第二呢 求生净土 真正发行求生净土 请经阿弥陀佛 我们归宝 我们归宝 归宝 阿弥陀佛 第三呢 要发菩提心 菩提心 要像偶叶大师所说的 对这个法门 真心 没有丝毫怀疑 真愿 真心 真愿一往生 这个心 就是菩提心 欧与大师所说的 这个心是 无上菩提心 他万元放下了 一行一役的 求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第四呢 要延迟戒律 前面讲的很多 现在我们的戒律 做不好 原因在哪里 没有从根上下属 古人比我们好 古人从小就扎根了 根是什么 根是弟子贵 我在静夜三福里头 讲得很清楚 孝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事善业 这是往生净土 第一个条件 必须要遵守 怎么效养父母 怎么样 尊死重道 把弟子贵 学会了 落实了 你就做到了 这是古来 祖师大德 给我们开的小路 如果不走这个路呢 那也行 你就跟着 释迦牟尼佛 知道的路 先学小乘 后学大乘 我离别 好 我离别 我离别 不要